本來他是要在我之後 我看他自己都撐不住了 高雄市長韓國瑜 今天對2020總統大選發表聲明 表達個人看法與心聲 同樣是熱門總統參選人之一的 台北市長柯文哲 面對藍綠總統大選的紛擾 看起來很淡定 但這盤棋他到底打算怎麼下 我發現我旁邊都緊張得要死 所以我最輕鬆 這點Who knows 就是說你要他講什麼 我們何必去管他 我還是照方法 我每天做我自己的事 外界認為韓國瑜先前 對選總統態度曖昧 不明確說選或不選 是造成現在煩惱的主因 柯文哲也一派輕鬆回說 等時間到了再決定就好 天下本不是有人自饒是 你跟你說你覺得煩才煩 他每天做自己的事 時間到了出手不出手 我再決定就好 何必去管那個幹活 媒體追問 韓國瑜如果參選 會不會影響他的決定 柯先是表示要沉住氣 接著脫口笑說 韓國瑜沉不住了 更在會後表示 韓國瑜的抵抗力不好 對於韓國瑜 是不是被國民黨逼出來 柯文哲以李白的下江領事巨迴 回應 兩岸原聲提不住 青州已過萬松山 我發現我的局面就是這樣 你們叫你們都做我的事 至於媒體問他 到底會不會變成落跑市長 柯文哲還是沒鬆口 其實是這樣 做到一半跑掉的確是不好的 這我也知道 正常國家都不應該這樣 問題是台灣就不是個正常的國家 不然就連一個人都不虐待 等會不會 怎麼這樣點不開 好招惠喔 加入好評語會員 只要用臉書或是Google帳號 就你一鍵註冊 也可以用電話或E-mail註冊 限時免費 快來註冊蘋果新聞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